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科学新节的第三节 在第三节很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关于一个古代人类发现的结果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冒状习惯的物种是你会数到哪几个? 首先你看看就算其他的暴雨类 甚至是鸟类、禽畜类 你不会看到一个像我们有人类民并的形式那种无状习惯 但如果我告诉你们 现在有一个新闻 他们发现了一个其实不是人类物种 或者至少只能是人类近亲的物种 他们原来比人类更早有一个冒状 似乎有一个可能不知是否有意识 但似乎是一种有意识去纪念一个去埋葬一个细绘的亲人的物种 原来就不只是人类 所以这个研究 这个关于人类学的发言 就登上了刚刚这个星期CNN的新闻 现在画面那里大家都看到 就有个人好像在捐箱 那件事是怎样的呢? 原来就是说 现在这位画面中的这位研究人 叫做Dr. Lee Berger 他就是负责去主理今次这个研究发言的学者 他在南非的一个叫做Star Cave 他可能有这个名字 就是这个洞穴本身 就好像一个星的形状非常狭窄 还有3800国很多不同的分子 在一个这样的洞里面 就找到一些被妥善 似乎是被妥善埋葬的一些人类的近亲 他在说人类的近亲 就是说他不是我们所认识的现代智人 即是Homo sapiens 我们知道除了现代智人之外 我们经常在我们节目都有提到的 现代智人近亲而且很近很近的 就有尼安德塔人 甚至乎丹尼索瓦人 而且这两者我们也有能力去还原 去找回他们整个核酸基因的排列 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人类近亲物种 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未找到DNA 绝对是有的 在这个例子里面 在这位Dr. Lee Berger 他在2013年 就在南非这个星状洞穴 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里面就有不止一副的围骨 而这个围骨不是我们认识的 智人物种 它也似乎是一些人类近亲 而且在那个学问上面 就明明了它叫做Homo Naledi Naledi 这个物种 它的名字都不同 就跟我们认识的尼安德塔人 丹尼索瓦人 也不同了 至于它的基因上 会不会有多少不同 它比起尼安德塔人 和现代智人的那种基因上的距离 是远还是近一点 暂时未知 因为我们纯粹由骨的形态 发现的地方 我们看到似乎 这样的现代智人 不是现代智人 纯粹是它的近亲的物种 照计是跟我们其他所知道的一些古人类 是不一样的 特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呢? 就是在找到它们这个埋葬的洞穴的时候 就看到它们是一个被 不是凌乱地散落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说它是很多其他动物的自然死亡 它可能它自己摆的姿势会各自不同 都是一个可能打側睡着的姿势 但是它在这几个武装中找到 那些人大约都是似乎 尤其是有一个婴儿的围骨 它仍是保持着 它是一种胎儿的手脚卷曲的形状 而且甚至在其他这些围骨里面 也有类似的情况 它们的围骨 你想想它们不是整个打直的摊在这里 如果它真的整个打直摊在这里 你会遇到它挖出来的骨 照计是排列得比较整齊的 但是现在应该多一些 就是因为它们是卷曲地被埋葬 而且比较接近 就是用一种像一个婴孩在强谱之中 那种卷曲的情况 埋葬 它们挖的位置不是纯粹 就这样放了一个尸首 而是看到周围的泥土曾经被挖过 而且每一个围骨都曾经被挖过一个红圆形的洞 再放一个围体进去 再埋葬 这也可以由那些泥土本身有没有被挖过 这些东西 我们在考古、地质之中 就能够考证到这些东西 好了 其实在这个研究中 还有些争论点 我们是否已经可以一口咬定了 现在这个发言是对应有一个物种 它已经比人类更鲜 有一个埋葬的习惯呢? 其实在学问上还有一个争论 但是也有一些很精彩的发言 就是什么呢? 除了我刚才所说 它算是一个比较整齐地有规律的埋葬 而且泥土曾经被翻开过 再被盖上 你可能这样想 也会有一些其他的 例如你灵掌类的物种 也可能有一个挖洞 埋葬着它的同种尸首的习惯 特别的地方就是 在这个冒状群里面 照计一下 一路是没有被人打扰过的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这位李伯格教授 他为了潜入这个洞 他自己也要减肥 他甚至说要减了25公斤 才能自己可以这样潜进洞 潜进洞里面 潜进洞的时候 又要带到一身的装备 甚至他也担心自己下去 但自己没有能力爬出来 为了这个研究其实也很危险 按照计来说 这个洞 似乎一路都应该没有被其他人 至少骚扰过的痕迹 因为如果有的话 可能也会有其他证据留下 同时 发觉到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武藏群里面 附近的一些石壁上 就看到很多刮痕 那些刮痕是会有十字 三角形 四方形 甚至梯形 这些形状 这些几核个案 很容易令人联想起 会不会是由一些有意识 有智慧的生活去留下 这里大家有一个争论 其实会不会是中间有一个 我们不知道何时发生过 这个动员曾经被人骚扰过 中间商戒的时间还是很长 根据一个暂时的结果 对于它附近的石质结构 即这些稿药去做一个定年 他们的武藏群 照计出现了已经超过二十万年的时间 你计算一下 现代智人出现的时间 其实也是大约二十万年 而这个动员是更加远 这个物种本身 亦是更早 比现代智人更加原始的物种 这些刮痕是否这种物种留下 这位负责去主理研究的学者 他也会比较倾向的唯一 应该会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也研究过 石壁上的这些几何图案 有没有可能是由自然风化形成的? 如果有一行一行直线 会不会只是一个长年累月的侵蚀作用形成? 但是打横那些又如何计算? 三角形那些又如何计算? 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其实 以这个石壁的那种石质 如果你是纯粹单靠着这些侵蚀作用 或者其他一些天然的过程作用 是极难会形成到这么多这么复杂的符号图案 他们的解释就是 一定是有一些物种 有意识地留下这些痕迹 如果这些痕迹还巧 同时也在这些墓葬 那些尸首附近发现的时候 大家就有理由相信 这些符号 其实是有意识地被留下来的 而且是代表着一定的意义的 正如就像我们现在现代人都会这样 就算是一个骨灰位 一个土壮的位 你会有个碑 或者就是上面有个符号 符号是代表着什么呢? 可能是一种纪念 或者是一个代表着 是告诉你一个既形的意思 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作用 现在我们在这麽远古的武藏物里面 一个不是属于人类 不是完全像现代智人那样的人类的物种 竟然也有能力留下这样的印记的时候 大家就会联想到 这这样的行为 包括挖洞、埋葬 埋葬时候的姿势 然后留下来的符号 其实会不会是一个 比现代智人出现得更早 已经超过20万年历史的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笨状的过程 有没有仪式 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 因为仪式也不是一些 可以由这个 这个纯粹的土壤都可以留下来 但它留下来的符号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习俗 似乎可能多多少少 会由这些符号反映出来 可以说 这个研究也算是 在近年来说 都似乎是挺能够震撼人 因为我们很认为 只有现代智人 才有能力去 传承他们的经验 去形成一种文明的思想 有一个社会的习惯 当然很多动物都是社会性的 例如我们在稍后的科豪役录行 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其他的物种 但现在看到 如果不是正指得 现代智人有这种社会性 甚至乎已经出现了一些 人类都有的行为 可不可能 如果最后证实到有 其实有什么奇怪 我们会很容易联想到 很多这样的习惯 其实是经历过很长时间 一个演化累积而成 甚至乎有一些演化的印记 还留在我们本身身体的本能 简单来说 有些人早睡 有些人夜睡 其实多多少少都是由一个 这么多年来的演化 在这个人类的物种里面 每个人各司其积 留下来的结果 有人超早熟食 有人晚上就要守住 如果你告诉我 原来在人类之前 已经有其他更早先的物种 都能够留下一个 喪葬的习惯 而且还要留下记号的话 似乎也不会说不通 我觉得更加值得去研究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人类的意识 它由这个开始 纯粹是纯粹传承经验 如何慢慢去形成一种 的习俗和文化 如何由零变到一 或者中间的任何一个很 很连续的过程 是如何去哪步发展 我觉得在这个没有任何的历史记载之下 去找回这个续块砌图 是一个极有趣的研究 我个人来说 我就非常期待 来看看这些骨头里面 其实也可以看看另一张图 就是看到这一班这样的研究者 他们将这个 骨头整齐排列出来 这个形状不是他们埋葬时候的形状 埋葬时候的骨头已经比较混乱了 相信不是一个躺平的姿势 现在他们就尝试重组出来 你看到新高似乎比我们的现代智人稍微矮一点 可以从这个比例上看到 现在进一步研究 下一步会做些什么呢? 大家很希望在这些骨头留下的内涵里面 有没有办法抽取足够的DNA 然后去做一个基因分析 其实大家如果去思考我们一直提过的 科学地基因考古的人类学研究 除了骨头之外 甚至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现场土壤 周围的环境证供 甚至是接下来说 会不会有些空气的DNA 也会有作用呢? 可能在这个研究中就较远一点 但我们看到 随着基因的技术 在这个范畴内 灵敏度越来越提高 希望也能帮我们解释到 我们的人类演化之迷 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 越来越得到这个解答 这一节就来到这里